跟着晨曦 胡志明市志工搭船 从市区来到牙皮县的平行郡 为3000个困难家庭 发放过年物资和数捆金 月底越南北部出现本土病例 因此政府将防疫提高规格 志工严守规定 发放现场除了控管 人流量 也拉出安全社交距离 不少民众在拿到纾困金的那一刻 喜出望外 饭是连阿嬷靠卖糯米饭为生 之前一天可有20万月顿的收入 但现在连一半都不到 有了纾困金之后 阿嬷做了这样打算 原本以为难过年关的这群人 如今带着物资和纾困金 将欢喜迎接新年 大约新闻 这是美之工 陈氏林丹 江文新 夜男报道 阿嬷